大家好 欢迎收看消费流行线 我是主持人栗子 第十九届哈尔滨冰雪节 1月5日晚举行了开园圣大典礼 以冰雪百花园奇幻大世界为主题的北国冬季旅游序幕正式开启 冰花 雪花 礼花 古花一起绽放 2018年最大冰雪主题乐园打造了全球共享的冰雪百花园 现在我就带你去看一看这个由光火冰雪的晶莹璀汇聚取来的百花园 哈尔滨冰雪节创始于1999年 现在这个节日已经运行了近20年 每一年都变得更加精致 更加丰富多彩 2018年的哈尔滨冰雪节主要活动从本周开始将一直持续到2月底 随着气温降至零下20摄氏度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纷纷纷涌入这个中国最北部的冬季仙境 看见了吗 这就是冰雕 曼谷玉佛寺神殿 玉佛寺是泰国最著名的佛寺 也是泰国三大国宝之一 离开炎热的曼谷 我们瞬间进入了莫斯科红场 红场是莫斯科最古老的广场 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场所 我觉得第一个感觉是这个冰雪大世界好大 然后这些景观也比较宏伟 然后我看现在像现在在这个附近 都是那个俄罗斯风格的那个冰雕 然后远处好像有一些像那个大滑梯之类的 还是挺期待能在里面好好转转的 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占地80万平方人 由松花江原建成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每一年都会举办国际级的冰雪赛事 赛事高手云集比赛精彩分成 每一届比赛都会有严格的国际评判标准 吸引了大量的冰雕雪雕以及冰雪建筑艺术家们的参与和竞争 据说冰雕最难的是对材料的熟悉 因为冰太脆了对力度的掌握很重要 即使是雕塑实力不错的专业选手 也可能由于对冰的接触较少 把冰给干碎了而中途退出比赛 来自澳大利亚的游客John Watson说 我以前从来没有到过如此寒冷的地方 好在我只需要买一副新的手套 还好 除了感觉动手以来身上还是很暖 此时此刻在澳大利亚温度有摄氏40度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冰雕艺术家张宁哥说 是一个美丽的少女 催着个笛子 祝福人间那种美好的愿望 在那个人物下方是一群羊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诗情画意的一个创意 所以说我们现在员工基本正在雕刻 大概有40人正在完 基本上才过三天就雕完了 现在的科学技术各方面发展非常快 我们三十年前用雕车很困难 那么现在我们都有雕车了 甚至有这个高级我们都参与这个堆雪的这种工程当中 所以它发展是非常快的 今年的冰雪大世界 由以冰雪还原习近平的雄心勃勃连结欧亚铁路 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的一带一路沿线的经典景观与人文风采 还有包括冬季游泳 冰上驱棍球 滑雪和雪地自行车的表演 同时举办国际冰雕赛事 邀请了法国 意大利 蒙古国 俄罗斯等众多国家的冰雕艺术家参与 精美绝伦的参赛作品 作为冰雪大世界重要的景观 展现给游客 哈尔滨市旅游局的数据显示 去年的冰雪节吸引了1800万游客 带来了287亿元人民冰雕赛 今年呢 因为冰雪大世界已经走过了19年 这个它已经从一个孩提的时代 已经现在逐渐成为一个青年 我们是用这个来比喻的 我今年的冰雪大世界就想给大家呈现出一个 它是一个不同往年的冰雪大世界 因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那么我们冰雪大世界呢 是我们中国冰雪旅游的一面旗帜 我们也想通过冰雪大世界今年的展现 也代表着我们中国的冰雪旅游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这一集的外面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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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我找封